台湖捷運二十一號發生隨機砍人案 那麼是造成了三名男子受傷送疑 那目前在包廂內 當時最新的視角畫面曝光 那麼透過畫面可以看動 紅線嫌犯掙脫長髮正義哥後 是殺紅了眼 隨即從口袋內拿出了水果尖刀 反手握刀衝向一旁的乘客 那麼所幸這時候一名見義勇為的黑男子 立刻出手擋下尖刀 那麼現場還是一陣的驚亂 那麼是嚇著女乘客驚聲連連 那麼民眾不斷的往後退 甚至最後連手機都拿不穩 直接掉在地上 畫面因此中斷 那麼許多網友看了都直呼 真的好驚悚 那麼最後制服他的黑大叔 真的很勇敢 而這段影片也看了 真的讓人覺得很想哭 那麼現場的每個人 都是英雄都好勇敢 也因為有你們 才讓傷害降到最低